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們回到KoKo的頻道 很開心今天又再來和大家 去unboxing今次10月15日全球手法的指甲油系列 就是你看到旁邊這些 作為他的忠實粉絲 我又怎可以不買呢 沒錯 他今期上升了什麼 我全部都買回來 作為第一個Youtuber 在這裡和你們試勻所有的顏色 希望你們都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可能在我的影片中 會找到你最想買 而又最適合你用的那種顏色 事不宜遲 等我們一起來試色這24個顏色 我就... 護膚品堂指甲油 都不是經常做的 所以可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歡迎你們留言 告訴我 等我之後去更改 好啦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今期的開箱內容 時間的關係呢 我就... 因為太多支了 其實今期的視頻 給個小貼士可能會有點長 因為我都不是擅長做這些的 不過就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 他們今期的這個系列 那他的包裝 本身呢 你拿回來的時候 那他本身呢 他本身呢 就是... 就是... 我全部打開了 那他那支... 這麼漂亮的... 外表包裝的指甲油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 他這樣放在一個橙色盒裡面 然後再放在一個... 然後再放在一個... 這個白色盒裡 他就是這樣在這個裡面 那我就全部拆開了 那首先... 包裝來說呢 就跟以往的胭脂啊 唇膏啊... 就是... 很... 很相似啦 那他都是會有這個... 我最喜歡的 就是他這個印上去的 這個... 雕刻的這個logo 是專門給他的... 化妝品牌 那他們就是設計了這個 這個是我喜歡的 還有白色和金色這個配搭呢 就真的會顯得這個包裝是... 嗯... 我覺得是比較漂亮啦 嗯... 你問我他的性價比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價錢放在這裡 因為... 我買了這麼多東西 我一次過買單的 那我就不太記得每一支的價錢 那就是... 價錢在這裡啦 那他的... 嗯... 性價比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他這個牌子裡面啦 那你譬如買其他獅子頭的品牌 Chanel的指甲油其實都差不多價錢 那你問他貴不貴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他不貴 貴的那支是這裡 這一支呢 是... Cristina Louboutin那個 紅底鞋的牌子的指甲油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好像是8-5元 加幣還是8-6元 這個我覺得貴 這個也是幾十元 那所以... 其實你說他是不是真的一支很貴的 指甲油 我覺得不是 還有... 我覺得整個系列 放在家做一個Display都是很漂亮的 那所以呢... 我就是覺得... 小朋友才做選擇 我... 大人... 這麼老... 這麼大的年紀 要買當然是ALL IN 那我就買了這個 我們立即來開始今天的試飾 好啦... 那首先來講 我們一齊看看他的包裝 拿回來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的 在白色的紙盒裡面 就會看到我們的橙色盒的包裝 又是跟他以往的... 胭脂、唇膏系列 就是這樣推開出來 那... 那... 指甲油呢... 就在裡面的了 那... 你問我 我覺得其實... 他的... 看看吧 他前邊呢 就是會有... 他的Logo 那... 我最喜歡的就是上面 他的雕刻 在他的化妝品上面 就是有這個... 他們雕刻的... 就是白色配金色 加上這個透明指甲油 我覺得就是絕絕紙 真的超級無敵 所以... 其實我是一個... 你們看到我這麼多奇的視頻 我都是不搽指甲油的 我就ALL IN了這個整個系列 那... 我首先給他的包裝吸引 另外給他的價錢吸引 因為其實他的價錢真的不貴 啊... 相比起我的... 另外一個... 喜歡的牌子 CHANEL來說 其實他的價錢差不多 這個指甲油的價錢 我打在這裡 那... 你說他雖然是... 指甲油中的愛馬仕 愛馬仕擁有的指甲油 他貴不貴 我覺得不貴 這支... 這支... 這支很貴 這支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 這支出了很多年的 Cristine Louboutin 紅底鞋那個系列的指甲油 他一出的時候 我就買了... 這支我印象中要850元 還是860元 加幣 這支超貴 這支我印象中是幾十元 那... 就... 對... 看看 有整個系列 放在家裡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們一起來試色 首先呢 就是這幾樣東西 那... 作為他的粉絲 我... 我先收買這些 作為他的粉絲 怎麼可以不買呢? 就是... 首先... 我... 因為我自己其實 擦指甲油不擅長 所以一會兒我純粹是... 跟大家試過顏色的 但是我是... 不擅長擦指甲油的 那... 首先呢... 就是... 這個... 我們平時都會用的 就是有指甲錯 那... 它一盒... 我不知道有多少條 那... 我就買了一盒 價錢大 這裡 那... 首先我們都會看看指甲 是不是? 那... 又會有一個... 它... 必須要買的 就是你不可以就這樣買的指甲油 回家的嘛 那... 你都會護下手指甲邊緣那些... 死皮 對皮膚好一點 那... 那... 又專門... 很貼心地出了這個指甲油 就是... 油是那個油 就不是這個指甲油 那... 是幫我們好... 去moderize 我們的 skin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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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就不會說... 那... 這樣... 這個是一個Base code 塗指甲油之前一定要塗的Base code 就算我之前塗chanel 我都會用他們的Base code 來塗的 那... 那... 塗了一時間呢 就保護你自己的指甲 和會令到你後醉的指甲油應該會更加上色 黑色這個是Top code 那... 那.... 塗完指甲油之後呢 就一定要塗TOPCODE 顯得顏色會更鮮明更漂亮 我想你們也知道 不過我純粹介紹牌子的時候也說說 首先我們就先用牌吧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試色 首先讓我塗BASECODE在我手上 這個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給你們看的顏色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它的掃子 我自己因為不是經常塗指甲油 如果我要出去做指甲的話 我就會帶我自己的指甲油出去給人塗 因為我自己塗得不好 它這個BASECODE 價錢我抵抖 我也要看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多少錢 它的掃子真的很軟 它的質感很好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清楚 就是它是很 比我想像中 你知道這個牌子不是做護膚品 化妝品這一類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它的質感真的不錯 它的掃子很滑 毛一點都不刺 是這個牌子會有的東西 它的BASECODE是有淺淺的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的指甲的顏色 是有很淺的白色與白色狀 所以我今天穿了白色衣服 看上去好像適合這個色彩妝界 不是平常開箱 白色可能適合這類化妝 化妝症 就是有些乳白色的這一種 看上去是很透亮的 如果你問我 其實我平常我自己出去 塗這個其實我可以的 我不塗其他顏色 好 不說廢話 要不然會有一段時間 拍到天亮也拍不完 那麼我現在 咦 很明顯我是一個業餘的 業餘的化妝品介紹一下 這個顏色第一個跟大家試色的是01 01號 Rose 名字打這裡 我不懂得 Rose Pricolium 對 我們的顏色打這裡 我覺得它應該沒有什麼顏色 應該也是 跟Base Coat差不多 那我們塗下去看看 空氣突然靜了 是因為我專心地塗這個 愛馬市指甲油01號 好了 01號就試了 沒錯 塗下去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就跟我們剛才的Base Coat差不多 在它旁邊還有兩種顏色的 我一次過拿下來 塗在旁邊給大家看 有個很重要的東西告訴大家 就是 它這個品牌很有趣的 愛牌 出了這麼多顏色 Base Coat Top Coat Oil 這支新出的Lotion 指甲錯 你出了這麼多東西 它沒有出洗甲水 我有自備Chanel洗甲水 但我就是覺得很不 很不適合的一件事 我全部都是 都是這個愛馬市 R Max 突然間交出Chanel的洗甲水 所以 這個品牌什麼時候可以 真的 全套 這個是01號 現在跟大家再試這個 是03號 Rose Rose Coat 可能是 我也不知道名字 打在右上角 我不逐個逐個說 這個是03號 那我又試下去 然後 還有它很快乾 我想說 它的指甲有塗出來 很快乾 這個是01 這個是03 你們覺得有什麼不同 可能 在電視機電腦前面 可能覺得 看得不清楚 但我已經盡力了 而我這支 是沒有塗Base Coat 我只塗了這個 所以 為了節約時間 節約你們保衛的時間 不要看這麼長的影片 所以我是 省略 省略 這個1號 這個3號 接下來我們試試6號 對了 在塗的過程中 想跟大家說回 就是 為什麼這個牌子 有24隻 顏色 的指甲油 也是跟它的唇膏之前出的系列一樣 因為它們的總點 就是在24號 所以它們有24個顏色 而它們這個很特別的 就是它這些顏色 全部都是 在它們的color code of 那些leather 就是它們做袋的顏色 那裡 它做出來的 那你都會很特別 就是我 我看過它們的顏色 那我現在的顏色 都是順序去排列的 就是它 不是說1 2 3 4 5 6 7 你看到它是分1號 3號 6號 就是全部在它的leather的color 那裡出現的 那你會很容易發覺 咦? 跟我們想的 平時的袋 那些顏色的名字 是不一樣的 譬如01號白色 純白色 那是沒有在這裡出現的 那所以呢 其實它這個color 就不是說 一些我們有時候會看到 很多的 譬如在那個色版上面 可以看到的color 在那些leather上 但是它的確的idea 是在那裡來的 那 事的關係 1號 3號 6號 都出現了在手上 是 嗯 你在這裡可以看一下 還有我在我自己 這裡看 其實 沒有什麼不同 這三個顏色其實很相似的 但如果你說 coco D Under 這三個顏色 只買一支的話 買什麼顏色 我覺得買6號 不是6號 對了 買一支 買一支 因為呢 其實它塗出來 有一點點的顏色 是會顯得手的皮膚白一點的 而且我真的建議大家 買一買base coat 因為塗了base coat之後 你再塗這個顏色 上去 那個顏色是真的顯色很多很多的 繼續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三個顏色 就是這三個顏色 這支是 30號 39號 和這個33 對 我都是按號碼 由小到大排的 這個是30號 那我們試一下 它應該是有點偏 橙橙粉粉 它真的很快乾 因為 我有問過 又有上網看過 它的指甲油 其實是乾得很快的 而且 塗了一層 就已經很顯色了 這個呢 顏色30號 是Rose Horizon 就是有一點點橙 粉橙粉橙的顏色 你們看到 我覺得是漂亮的 但就不是一個很日常的顏色 另外這顏色我很想試 留下之後 我們現在試一下 33號 這個 Orange Boutique 擦一擦它 擦一擦它 那我擦在旁邊 看看 你們看不看到我擦的 我盡力了 拿桌子過來 我都不是很懂得怎樣去拍 這些護膚品 這些女人用的東西 我都不是很懂得拍 我又不是一個很懂得擦指甲油的女人 這一個就是 33號 33號 這位佳麗 我不是太建議大家去買 很黑 手擦完之後 顏色有點怪 可能在Summer的時候 擦一隻腳會好些 那我擦 擦擦 抹了這三種顏色 我去擦另外那些 嗯 沒錯 那我是用Chanel的這個 去射我的指甲油 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 去出指甲油的同時 沒有想起 其實 我們是需要射指甲的 嗯 塞塞塞 我的愛牌 很快 時間關係已經穿了之前的三種顏色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 我很期待的39號 Orange Puppy 讓我試一下 顏色先 因為要買一個 愛馬仕 屬於她自己的顏色 然後 當然是買橙色 三隻 橙色 裡面 我真的喜歡這個 Orange Puppy 真的很 很橙 我自己擦得不好 但她 她 特地穿了白色衣服 給你們看 顏色 她塗了出來 很顯白 之餘 即是很Summer 如果Summer 塗的話 我覺得絕對 是非常漂亮的 你們覺得呢 忽略我的主婦手 但我覺得 這個Orange Puppy 是漂亮的 三種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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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試了 接下來 又在這邊開始 這個是 43號佳麗 Rose Inkerent 好 我們先試試 時間的關係 但是我沒有 逐一去 塗 Base Coat 再去 塗 顏色 給大家看 這個都OK 有少少 有少少 Ping 的顏色 我覺得是不錯的 塗 這個佳麗 46號 這個比較 偏橙 一點 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手 有這麼多顏色 顏色 是否很不Coco 平時 你們大家看到我 都是沒有顏色的 可能今期之後 你們會看到我每隻手 都有不同顏色 因為 二十多支 指甲油 我都不知道用到何年何月 所以我會不停地 轉顏色 我們試一下在上面 加一個Top Coat 大家看看有什麼不同 我們加一個Top Coat 在上面 加剛才 我們的 愛馬士橙 33號 是嗎 有沒有記錯 33號 指甲油真的乾得很快 還有 有少少香味 它不是那些臭指甲油味 這個是 是 不好意思 這個是39號 愛馬士橙 是39號 雞 你可以看看 有塗到Top Coat的中字 我不是給大家看中字 大家看中字 那就是 那個亮感 加到Top Coat 是不一樣的 真的漂亮很多 你們覺得呢 我現在嘗試了 8隻色 已經 3分1的進度 3分1 我們再加少少油 在那裡 看我的手是不是會很滑 滑 放一點 看看 它這個油也挺香的 這個油也有味道的 不錯 我自己喜歡 很快 待會你會洗掉 你們覺得呢 哪一個佳麗是你們的心水 你們會投票給哪一位佳麗 哪一位佳麗最深得理心 告訴我 要這樣吧 好 等我射了手 首先 稍後回來 再跟大家試一試 下邊的顏色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全部射光了 還有 把我五隻手指 都塗上了 Base Coat 在上面 因為 想一下也是可能 給你們呈現得 更加好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 試哪五個呢 試這五個 好 讓我很快的去 幫你們試色 但我要跟回數字 一定 六十三 六十五 應該是這樣 這個綠色是我很想試的 這樣就對了 首先這個試一下是49號 Rostamise 豆沙色 這個我很喜歡 先試一下 我覺得我平日玩指甲藥可以玩很久 但有可能我的Base Coat還未乾 剛剛才塗 所以 就不是特別漂亮 等一等我 翻車了 翻車了 讓我看看 因為我剛剛在塗Base Coat 給你們的時間 塗得很快 所以可能 還未乾 這個是豆沙色 很顯白 這個我喜歡的 我知道這個 我日常會塗的 好像 女人的心情就好像 換了一支指甲藥的顏色 好像就跟我 這個手 平日沒有塗指甲藥的一樣 是 很不一樣的感覺 這個是 49 49 我之後會和大家做一種 要哪一支顏色 是最適合大家買的 純粹個人意見分享 不是廣告 40 49號 我自己很喜歡49號 接著來試 64號 這個 Rouge Casacret 這個 它的唇膏我都有 所以 這個是 愛馬仕 那個紅色 其實也很多人喜歡 我們事不宜遲 試一下 我覺得 這個顏色都會是 因為它的唇膏 我有買到 看看我的Base Coat 光了沒有 我還沒乾 我的Base Coat還沒乾 我的Base Coat 這個不是塗得太多了 我先看看 等我 等我再 和大家塗一個 六十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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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塗了一陣的 塗了一陣的 顏色 我覺得其實它有一些顏色 如果很淺 是可以再塗多一針 但當然 好像我這樣 手比較廢的 我覺得我應該要拿 試夾藥出去 美甲店 給它幫我塗 可能會塗得漂亮很多 我自己 真的 塗得不漂亮 六十四號 都是建議大家 都可以建議 試一下我期待已久的 六十五號 這個綠色 和另外一個綠色 都是我 很想很想買的 本身 所以 在我 這麼 糾結的心裏 我就是 決定安然它 我免得自己 錯過了 好一點 漂亮 好顯白 這個好顯白 雖然不是一個很日常的顏色 六十五號 好顯白 這樣 會不會看得清楚呢 所以今天穿白色衣服 也是有原因的 這樣 可能大家會遠一點 好了 我又卸完資格回來了 今次很肯定塗的是 Face Gold 否則又搞出一個 大烏龍 接下來我們就試這一排 五支 裡面有我很喜歡的黃色 我又忍不住要試它 這一支是74號 雞尼 讓我們試一下 它已經塗好了 在Base Coat的手裡面 塗了Base Coat 真的容易上色很多 還有我想說 它這個紙夾油 再次強調是不會很臭 我真的很怕那些紙夾油 是一打開那些味道 很臭 或者是很奇怪的味道 那些我就會很害怕 這一支不會 而且它的紙夾油 真的很容易乾 和很容易射 射的話 我不知道 和我的 Chanel的射夾水有沒有關係 但是很容易射走 這個也很好看 74號 74號 好看 很顯白 這支手很顯白 因為我之前的VLOG也有說 新買的時候曬得很黑 那我買衣服 或者是我紙夾油 都會想買些顯白的顏色 74號 值得買 之後寫出來給大家 這支是75號的 我還要買賣 Rouch Amazon 謝謝你 快點試 好快 還有10多人之後 我們就完 我也怕你們坐在 拿著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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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你 好悶 但我自己挺享受 ك CD 這枝塗到出世的 這枝75號 75號也是OK的 當然看到兩個的分別 一個偏紙 一個偏橙調又有 帶一點點紅 兩隻塞都很顯白 這枝是70號 為什麼號碼不同了 為什麼這枝70號 會在這個74號之前 嗯 它沒有拉得到 我就問為什麼會 由紫紙底偏走 這個紅色 這個是70號 70號佳麗 看看有沒有進去 70號佳麗這位的掃 就不是很Smooth 感覺到它 嗯 這個掃不行 你們看一下 它的掃 嗯 是似火 這個掃是似火 它的毛呢 你看看 披口的 還有不是 不是齊齊齊的 跟之前 這個掃不行 嗯 嗯 70號 這個顏色 也算可以 但是掃不行 影響了你 再來試 77號 不知道我這樣塗完之後呢 你看看 我塗紙底偏的技術 有沒有 有沒有進步了 是沒有的 因為已經出街了 這枝是 77號 真的 77號 70號是有點像的 一個深一點 一個淺一點 我全部都是塗了一針 我沒有塗到兩針 對 相比起來 我覺得77號 比70號好看 因為我覺得 70號是 雖然它是這麼高貴的 愛馬仕 但我覺得它的顏色有點便宜 好老實說 70號 如果你很喜歡70號的話 不要殺我 我個人的言論 我覺得70號 有點便宜 這個顏色 回來 這枝79號加利 是我很想買的 我也很喜歡這個顏色 在包包上面 這個是黃色 買啊 黃色 一定要買 我立刻推銷完 我做sales 可以合不合格 這個黃色 可能 在 在這裡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上手 這個黃色 是高級的黃色 是漂亮的黃色 是顯白的黃色 我覺得大家可以買 因為它現在 四隻手指都這麼紅 它在尾指上 很可憐 真的不是看得很好 但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買的 我喜歡 我自己很喜歡 這個黃色 當然跟我的彩補有點不太配 但是 嗯 我覺得這個黃色很漂亮 好 休息一下 等我卸完所有的指甲回來 再試下剩下的 綠枝 Hello 我們現在終於回來 去游到最後的綠枝 我們就是Ordan 好開心啊 好 等下來 由這個大象徽開始 對了 這個是 80號 Grease It Tube 即是在包包上面 你們就應該會很喜歡它 看看指甲油上面 它會怎樣 是OK的 顯白 這支是很值得買的 非常值得買 這支89號 這支89號 讓我 很快 來和大家 游完它們 給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了這麼多 有沒有哪支是心水 告訴我 有哪支是你們都會買的 這支是啤酒 在包包上面是很漂亮的 手上也很漂亮 很顯白 買得過 買得過 比心 這支也是買得過的 91號這支綠色 我是很想試的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綠色的人 來的 讓我們試一下 我覺得塗完之後 我的指甲油技術 塗指甲油技術應該是還沒有了 希望 這支是 這支是 91號 很顯白 這支綠色 是一個很 我覺得是一個高貴 不便宜的綠色 來的 但當然了 大象呼吸好像可以買的 還有3支 在這裡 快到大功告成了 這支是95號 這支呢 這支85號 先塗了這個 這個是Ruth H Ruth H 即是很深的 我們買一時走紅色 先塗上去 即是可能在一個 包包上面 就 很多人不是特別喜歡的一個顏色 就是這個 Ruth H 但其實它是阿拉斯裏面走紅色 很有代表性的一個紅色 那這個呢 就偏走紅色 試一下這個95號 最後兩位佳麗 看你們 入不入到位 其實大家看到 這麼深顏色的指甲油 我覺得不需要擔心 說不入手 其實我會入手 因為我會 塗在腳上 腳我喜歡塗深色一點 這支95號 我覺得OK 我覺得OK 你們覺得呢 我是覺得完全可以塗 腳刀是完全漂亮的 最後一位 96號 96號是電光藍色 我塗 有左右塗一些鏡 在鱷魚皮上 很經常見的一個 紫藍色 OK的 OK的 這顏色 比我想像更好 沒有踩擂 好了 大功夠成 24位佳麗 究竟要全部盡顯在我的手裏 我覺得這個藍OK的 這個藍紫色 它是 96號 Bruce Blu Blu 要我兒子才知道 法文 我打這個 96號 是在手上是好看的 但我會把它塗在腳上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今期 24個顏色裡面 哪個顏色最深的 我們終於游完 24支 一個龐大的工程 的指教油 你看 很漂亮 我覺得 每一隻手指不同色 我 我自己沒試過 但我覺得這樣很有趣 可惜這四隻手指 我絕對相信 我沒可能左右游下去 游到一隻 我覺得已經OK的了 今天24隻顏色 就已經跟大家來開箱 試了 不知道你們覺得 今期的視頻做成怎樣 你們覺得有哪一隻顏色 是你們必買的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們 我自己 Coco的心水裡面 我會買 即是如果 沒有貨 買不到 24支我會買的顏色 第一支 6號 6號佳麗出場 一支 49號 49號佳麗 記住抄筆記啦 49號 64號 這兩支 這兩支一定買的 79號 和80號 這個黃色和大象灰都一定要買的 我會選擇 P9號 89號 綠色 兩支綠色我會選這個 我會選65號 嗯 嗯 嗯 還有這個 這個 在這麼多支裡面 有些不同的話 我會選 嗯 4還是77號 嗯 嗯 不是 orange puppy 對啦 orange puppy 那我會選 再來多次 6號 6號 49號 6號 64號 7號 79號 79號 80號 89號 65號 和orange puppy 3號 39號 1 2 3 4 5 6 7 8 即是如果你問我 24支裡面 我會買這8支 是我一定會買的顏色 那剩下的那些 不是說不好 但是我只不過覺得 嗯 即是當然啦 我買的心態就純粹 我想看它那麼多的顏色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不是說 每一陣子的顏色 就像我這樣想買回家的話 這8支 就是心水了 就是一定要買的 我覺得是 那你也可以 即是選擇自己的顏色 當然我只不過是我自己 如果買不到24支裡面 我又可以 有機會試小 4隻顏色的話 我就會買這8支 那這一支 就是他們新出的 Hand Cream 啊 這個一點也不便宜啊 這支 忘記了多少錢 因為我之前是用粉紅色那支 那現在試試看 怎麼會這樣的味道 怎麼會這樣的味道 嗯 跟我心目中想的味道有點不同 它有點 中草藥味 因為它是說這個成分是純天然的 嗯 嗯 沙司跟我說他們做訓練的時候 他說這個Hand Cream 跟之前不同 之前那些 它加了很多香氛 其他東西 那這個就是純天然成分的Hand Cream 所以它是比較貴一點點的 那它是 嗯 對 這個也有做到他們貼心的這個印記 那是在這裡的 不過就不是金色 看到嗎 那就是這支 這支的Hand Cream 好 今集的視頻來到這裡 真的結束了 今天跟大家試了24支指甲油 一支Top Coat 一支Base Coat 還有一支 搗活我們 手指皮膚的Oil 還有一支 純天然成分的Hand Cream 還有指甲座 我沒有在你們面前 用指甲座 但是 這個 就真的是一個貴婦的指甲座 因為它也不便宜 但是就 嗯 有些 有些翻版的感覺 嗯 嗯 可以不用買 好了 今天來到這裡結束了 嗯 不知道你們覺得我今期的開箱怎樣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Vlog 喜歡我拍的視頻 嗯 都體諒一下我 這麼有心的 跟你們開箱 不同的日常用品 包括新出的 或者是之前買的 如果你都喜歡 一鍵三連 like subscribe 和按小鈴鐺 可以的話 當然幫我留言 和我分享 你最喜歡哪一支的指甲油 留言和我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